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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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爸的亲生女儿 你就是苏默涵的亲生女儿 我送给你的那块祖传玉佩 就是苏默涵家的祖传玉佩 日后 你们母女可以凭着这块玉佩相热 爸 虽然您没有生物 但我是您一手养大的 您是第一个教我读书 教我写字的人 是您给我讲了无数古今中外的故事 是您教我做人的道理 但是您最终背弃了这些道理 爸 我真后悔 在北平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些 为什么没有再努力一些 把您拉回来呢 我说怎么样 刚才出去 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要回来了 你告诉他 我去附近找他 好 我先进去了啊 我心里很乱 改天再聊吧 我心里很乱 你要进去 那些字 by 怪兵 我有时候对他们的 我认为没有两个人 你 azt Fragen 你再 тот到为他 还有你的人 这是我所有的女性 小时候 马下 会 也不认为 你找我 所以 Кстати 才那我想 徐州你们丹青会 差一点把那批文物给骗走了 当初我们罗掌门 伪造了一封行政院 宋子文院长给徐州主军的手谕 骗过了赵光熙 可惜啊 任洪毅早回来了一步 最终我们功亏一篑 罗掌门既然有这样的手艺 我们想请罗掌门 帮我们伪造一份 最高检察院的公案 不知道行不行 文田先生 您是知道的 我师妹对你们日本人 没什么好感 她是不会帮你的 可人不出所谅 所以 我才请余先生过来 有了徐州的前车之鉴 即便是拿着公文 你觉着 从任洪毅手里骗到文物 有这么容易吗 其实我对文物 并不感兴趣 至于用伪造的公文干什么 我自有我的安排 余先生放心 之前答应你的事 我们一定办到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丹青会的掌门人 合适的人选 就是余先生 风水轮流轮流轮 今天到我家 先生 你那天的牌 到我车里了 我还有机会 牙哥厉害呀牙哥 慢 别拢 到这儿来出老千 给我拉出去扛吧 走 放开我 别拢 别拢 你放开我 别拢 别拢 再拆你去老子打死你 滚 把你打死你 打死你 先把阿强带下去 走 想不到我新人多年的师兄 他真的跟日本人构结 出门 接下来怎么打算 按照会归 余总管 应该怎么处置 迢迢都够清理门户的了 可是他是我的师兄 这些年他对我们丹青会劳苦功高 难道掌门 就放过余总管 丽维呢 丽维哥今天下午去火车站的时候说 今天可能不回来了 要不我去把他找回来 先别告诉他 我再仔细想想 再想想 承门 若思 我知道你难受 但人死不能复生 咱们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 你看看你 你眼睛都哭肿了 我现在成一个孤儿了 你瞧你说的 你爸没了 你还有妈呢 我妈不是我亲妈 什么意思啊 我爸也不是我亲爸 你说什么 那阿强不是早就走了吗 阿强是在赌场被小月抓住的 我爸他这个混账 他说什么没有 不知道 罗掌门亲自审的 我觉得阿翔可能扛不住 大哥 事情竟然到了这一步 心下手为枪 若思 这人死不能复生 虽然 这是你的不幸 但至少可以证明 你是清白的 而且你跟人婚姻之间的障碍 也彻底消除了 我爸虽然不是我亲爸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从小到大 我得到的所有家庭温暖 都是他给我的 他现在不在 我感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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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欢迎客人 我感觉自己 不要 难道 你这么做 也不加 我感觉我 感觉我为你 是 别难过了 干嘛去 我姐的包厢呢 电影 洛斯呢 不在啊 去哪儿了 我也正好要去找他 我打个水的功夫 他就不见了 谢谢 我去找找他 让一下 站上 之前我也跟你说过 我这辈子 有两大寒室 是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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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个 苏莫涵 可惜啊 师父不是我的亲身母亲 您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老样子 医生说就是为止 你也别太着急了 等回到北平 我们找几个好的大夫 给他看看 好 中秋 那个 我有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囤囤囤囤的 之前咱俩说好了 我说服我妈和你们合作 然后咱们俩结婚 但是现在呢 有点变化 我妈的身体 这个情况 可不可以 咱们俩先定下来 我想让她高兴高兴 我知道 老师刚走 我现在跟你提这个 肯定是不合适的 但是我 我真的 我真的怕我妈扛不住我 对不起 你出去 你出去啊 你不出去 我怎么收拾自己 跟你去见你妈 同意了 不然呢 那你别收拾了 你不收拾 比收拾还好看呢 讨厌 你少拦 瞧你那傻样 不讨厌 我太紧张了 对了 若思的事你听说了吗 若思怎么了 若思不是周勋达的亲生女儿 我 你还不是 若思过 呢 我 若思逸 不子 虽然 那 好像 哪都有点像 哪都像 什么像啊 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 这 什么意思啊 说若思像我妈 若思是我妹妹 怎么可能啊 也许真是呢 走啊 想什么呢 定阳说没说 若思的亲生母亲叫什么 没有 姐 门口卫兵说若思出去了 你们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若思怎么能随意进处呢 卫兵干嘛了 前两天她帮伯母 修补古画 我让她进处方便 给她办了个证 那你别着急 可能找我妈去了 画修完了 娶你妈来干嘛呢 你这什么画 过河拆桥啊 刚用完我妈看看不行啊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怕出危险 这么着吧 我跟丽文去看看伯母 顺便帮你看看 若思在不在 行 我跟你们一块去 走 走 是啊 丽文哥 小月 你怎么来了 于红勾结日本人 背叛丹青慧 勾结日本人 这样的人就应该杀了 掌门念及师兄妹之情 有些于心不忍 若思在吗 周掌门 我来的时候 她没在 我觉得 这个于红不至于害我妈的命 但她几次想害若思 若思这个时候去找我妈 很危险 咱们得去一趟 趁好二爺 在 咱们走一趟 是 走 走 走 师妹 找我有事啊 坐 你们都先下去吧 是 是 师妹 发生什么事了 师兄 我 我 有几句心里话 想跟你说 好 师妹请讲 这些年 你在丹青慧上上下下操持 我心里很感激 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周全的地方 还希望师兄 看在我们小时候 看在我们小时候一块儿长大 拜师学艺的份上 别怪我 师妹 何出此牙 如果你还把我当你师妹的话 你的那些拿不上桌面的事 就别继续瞒着我了 就别继续瞒着我了 师妹想如何处置我 师兄 师兄这是不打算回头了 开宫没有回头见 祖师立下的规矩 你懂 你勾结日本人 旅犯能归 意图谋害新掌门人 你犯下十恶不赦之罪 我今天就要替丹青慧 请礼门户 请礼门户 来人 日本特工樱花 特地来拜见罗掌门 你果然跟日本人勾结 背叛世门 正所谓 成者王侯败者寇 多谢师妹妇人之人 换作我是你 昨天晚上第一时间我就动手了 可惜 不认识 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师妹啊 你还有什么资格给我顶罪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我没变 是你变了 难得我对你一片痴情 你居然为了一个只认识不久的周若斯 就要对我这个几十年的生死兄弟下多手 谁变了 你的痴心里面 藏了多少的野心 你 你到底是想娶我罗素 还是想让丹青辉姓羽 丹青辉在城里以来 一直以保护文物为己任 可你为了一己之死 出卖祖室 出卖国家 够了 多苏 你现在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劝你 我劝你还是能够早点认清刑事为好 今天 你必须替我完成两件事情 第一 替英花小姐 仿造一份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院的攻函 第二 手输一份 命周若斯带着掌门令牌即刻来进 真正的 我 死了 就来 有 既然等了 丹青辉姓 丹青辉姓 别来无恙啊 既来职则安职 那就坐吧 若私 坐 师父 周小姐 我正在和你师父商量 请你过来的事宜 没想到你自己就过来了 你不请自来了 我的玉佩 你是谁 我的玉佩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这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把我的玉佩还给我 坐下 这是你的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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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妈给我的 你妈 文娟给你的 我妈说 那是我亲生母亲 在我出生的时候 给我戴上的 亲生母亲 你知道你的亲生母亲是谁吗 她姓苏 把玉佩还给我 别动 别动 放开 金华玉 我可以答应你修复公海 但是你必须把这块玉佩 还给这位姑娘 好 罗掌门 只要你把我想要的东西交给我 这块玉 完毕归照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师兄 你几次三番的加害若私 无非为的就是 丹金慧的掌门之位 今天 正好若私来了 择日不如壮日 我让他将掌门之位传与你 你看如何 师父 不行 不能把掌门之位传给这个叛徒 你闭嘴 是你的命重要 还是掌门之位重要 还希望师兄 能够放过我俩一马 师妹啊 我一直反对周小姐做掌门 也是为了我丹金慧的前途命运着想 如今师妹身体欠佳 放眼丹青慧慧众 我于红自认 是接替掌门的不二人选 当然 这也是慧众兄弟们的愿望 周小姐 是师妹的爱徒 异女 我当上掌门之后 自然会对她 尊重有加 至于师妹你 若想留下 我于红 是非常高兴的 你若想走 我也绝不强留 何谈 夹害二子 好 一会儿我们就举行传位仪式 金华语 你就做个见证人吧 啊 啊 啊 传位典礼 现在开始 叩拜祖师 一拜祖师 二拜祖师 三拜祖师 引武胡四海童心酒 请继任掌门 引下武胡四海童心酒 请前任掌门先喝 这不合规矩 周小姐 请吧 师妹请 给你 给你 金花玉 请喝吧 请丹青会会众 喝下武胡四海童心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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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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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莫涵 二十二年前 是我把你鬼陪 放了一把脖子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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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 来不及了 师父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师父 您先别说坏了 您告诉我 解药在哪儿 我现在去找 师父 她是你妹妹 若思 她是你亲妹妹 是 洪云 洪云 赢死我 已经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对 我会照顾若死 一生一世 成秋 你和丽汶 你们要好好的 您放心 伯母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若四 很遗憾 我一直没有认出你来 想为什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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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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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太和珅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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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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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兄弟 搜索本田喜多和他同伙们的踪迹 配合南千护卫队 剿灭日寇 为劳掌门 报仇雪恨 首长们 我打听过了 检票员说他见过本田 一大早就过江了 确定吗 确定 兄弟们撤 是 毛衣掌刚才来电报 说他从北平直飞上海 去见宋子文 马院长说 如果南京找不到文物的存放地 务必将文物存到上海的租界 绝不能把文物转运到西安 红衣 你估计 本田下一步会怎么做 本田没拿到中秋帖 而且还损兵折将 肯定会疯狂报复的 把文物转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是个好主意 只要有本田在 文物就会有危险 我已经派了浦口 南京 两地丹青会的会众 到处寻找本田的下落 靠丹青会的力量 找到本田 这也许是一个 保护文物更好的办法 红衣 有本田消息了 小妍 太香烟了 小妍 giraffe 小妍 大妖 小妍 小妍 咱们 你一样 如果没想到 稳达的人 所以我做个样子 原来 又不是 我吴 我们爱的 郎 黑色的旗袍需不需要绣花 一朵牡丹 两只盒点 先生 请里面谈 请问少佐 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配合 我现在需要一门炮 你要炮轰砖裂 能不能搞得到 新处长 有人找你 红艺绣 锡客呀 来来来 进来走 来 这边请 走 老同学 我这次来是找你帮忙的 咱们老同学了 有什么帮忙不帮忙的 对了 我听说你去广州 组建机械化部队 我还想投奔你呢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尤玄 帮我个忙 把你手上所有在华日本人的资料 让我看看 日本人的资料 滕泽君 这位是关东军特别行政组组长 本田少佐 本田军 这位是滕泽君 他现在是南京驻军军火库的 武器质检员 为帝国 提供了大量中国军队 武器装备方面的情报 既然滕泽君在军火库工作 能不能现在为我搞到一门炮 现在从军火库搞出一门炮 不太可能 不过我自己倒是有门排击炮 在哪里 为了安全起见 我把它藏在了 浦口一处秘密的地方 少佐要是需要 我可以把他带到南京来 我可以把他带到南京来 我就是要再不考验 老同学 这是我掌握的所有的日本人的资料 都在这个华明册里 这上面所有标记的 都是有重大嫌疑的特务 要嫌 我需要把这些 所有日本特务嫌疑的人 全部检视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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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爱 只有爱才有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